开始今天的分享 我自己也不太会Zoom 如果在这个功能当中有什么问题 大家随时就可以有留言 这么有一个留言的功能 然后有的人我能看到你的名字 那有的人我就看不到你的名字 看到你的手机型号 所以就是以后慢慢的 我就想大家可以做一些学习 我也在学习 我的名字也没改过来 我是用这个魏老师的账号 所以显示是VVM魏 我想慢慢的我们就做一些学习 我们看看我们可以把我们名字改过来 这样我不管谁用这个Zoom来分享的话 看到名字就可以知道谁在线上 然后也可以有针对性的更具体的互动 感谢主 那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诗篇106篇 诗篇106篇的第28节 那我再读一遍 诗篇106篇的28节说 他们又与巴利比尔联合 且吃了祭 死神的物 那如果我们有机会把诗篇106篇 完整地读一遍 我们会发现诗篇106篇 讲的一个很多的故事 大部分都是出埃及记里面所记载的 那大部分出埃及记里面所记载的 那大部分出埃及记里面所记载的 所以这个就好像一位老人 在他年纪很大的时候 他一生经历了很多事情 所以对人生有很多感悟 然后他要留一些忠告给这个年轻人 留一些忠告给年轻人 所以他就开头 我们看到诗篇一般的开头 就开中意说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为耶和华本没善 然后也告诉我们 他的慈爱是永远长存 那后面就讲了很多实际的事情 这个就好像我们现在的 每一天的沉岛和丸岛 我们每一天的沉岛 每一天的丸岛 我们都是要告诉弟兄 告诉姐妹 我们要更信神 我们要更爱神 我们要更专业的跟随神 那我们的观点非常的清楚 然后我们也讲了很多的事例 这个事例有可能是圣经里面 已经发生被记载的一些事例 这些事例也有可能 是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 就好像今天早晨 我在美国听沉岛的时候 那邓灵是分享礼拜二的沉岛 他就讲 他说他礼拜一 美国的沉岛的时候 他很有感动 他听到了这个 倩云的见证 看到在见了见证中 看到神的作为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也鼓励弟兄 鼓励姐妹 虽然我们大部分人 都有机会参与沉岛的服事 我们的第一梯队 我们的第二梯队 我们的第三梯队 现在是第四梯队 那我们下半年 我们会组建第五梯队 那我希望 我希望我们有中国版的沉岛 我们有美国版的沉岛 我们看看 我们希望再有一版 欧洲版的沉岛 所以这样的话 就是说在任何一个时间 或者我们 我们美国版 我们有两个沉岛 因为美国版有两个时差 我们中国大部分人都住在东部 所以我们只需要一个时期就好 美国东部也有人 西部也有人 东西部还差三个小时 就好像我们六点半的沉岛 那慧姐 她那边已经九点半了 所以我在想 我们会给每一个弟兄姐妹 每一个爱主的弟兄姐妹 每一个愿意服事主的弟兄姐妹 一个机会去服事 那这个服事并不需要你懂很多 这个服事就是 你自己先是一个爱神的人 这个服事 你自己不单单用嘴说你爱神 我们也在你的生命中 看到你爱神 凡是尊主伟大 把神放在第一位 另外 你自己也有很多的经历 那当你分享神的话的时候 如果单纯的就是去做一些思辨 那这个很多时候 好像还是停留在知识层面 我们还有一些真实的见证 那这个就变得有力量 所以我常常在大连的时候 我鼓励孙林 鼓励雪莹 他们是最早我们带他们去 在台上讲道的 那我就鼓励他们 我说我们CBC International 我们讲故事 但是我们不编故事 我们讲的每个故事 都是真的 我们讲故事 但是呢 我们不编故事 所以同样的 我也鼓励我们的第二梯队 第三梯队 第四梯队 包括接下来的第五梯队 我们讲故事 我们不编故事 所以我想马金也在线上 马金也是在过去这两三年 有好多经历 我们相信每一个经历都是上帝恩典 我们不要忘记这些经历 我们不要忘记这些恩典 不单单这些经历 这些恩典会保守我们的心 让我们常常对神有信心 这些经历 这些恩典 也会有一天透过我们的口 讲出来的时候 为主做见证 也能兼顾别人的信心 建立别人的信心 所以像马金 像周文 包括我郑圣马 我奉上耶稣的名 我祝福你们 我祝福你们 因为我自己 我非常非常相信 我自己我非常相信 我们的教会 并不需要培养一批 很能讲的人 他们不需要很能讲 但是他们讲出的每一句话 虽然朴实无华 但是充满力量 让听的人就被感动 让听的人就被激励 然后听的人就被激励 所以我在想 我在想 我们我们为什么 我们让大家抄精的时候 抄就好了吗 为什么要建群 抄就好了吗 为什么要在群里面打卡 那现在你们就知道了 那这样的话 就是彼此鼓励 彼此鼓励 互相祝福 有的时候 我们也会软弱的时候 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也有特别忙的时候 可能就忘了 可能就没时间抄了 然后就荡下去了 这一荡下去可能 一过就好一天 但是我们在群里面看 我没有抄的时候 其他的弟兄 其他姐妹在抄 他们在打卡 所以我想 我今天也应该抄 那就这样我们被鼓励 只要我们坚持下来了 我们每个人都有收获 最近我看到 好多超精的弟兄 超精的姐妹 给我反馈 他们的见证 他们生命中 对神的经历 我今天 我在美国人的教堂里面 我跟美国人牧师讲 我说 有的时候 我们在祷告 这个 好像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 就是 以前说过的话 反来复去 说到自己都烦 我说 有的时候 我们在读圣经 我说读着读着 可能 还在读 但是 这个心不到跑哪去了 魂不到跑哪去了 你会发现 很多时候 你读完圣经 你都 刚读完就不忘了 读什么了 我说 现在我在鼓励 我们教会的弟兄 我在鼓励 教会 在抄圣经 哪怕 不用抄很多 抄一句都OK 认真的抄 慢慢的抄 一边祷告 一边抄 最后 这些圣经 这些神的话 就抄到我们心里去了 然后 这个时候 我们再去祷告 我们就有话说 当我们用神的话 去向神祷告的时候 It's powerful 我们 我们最怕的就是说 我们向神祷告 但是我们 说的话 都是神不懂的话 我这样讲 有些人可能会误会说 哪有神不懂的话 我们说他神都懂 没错 你说他神都懂 但是神真的不懂 你这个自称信主的人 你怎么还能网求呢 你自称信主 你怎么还网求呢 所以当我们 越来越多的抄圣经 越来越多属于神的话的时候 我们的祷告 也越来越合乎神的心意 我们合乎神意的祷告 神便祝福 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就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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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孩子 他逛我要钱 现在买个奢侈品 很有可能我不会给 这个 很有可能我不会给 原因很简单 这是我们的风格 我们立志过柬埔的生活 但是他要是要钱 去买一个东西送给别人 正好是别人需要的 他有感动要帮助那个人 我们一定会给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的孩子 为自己要买个东西 我们都不给钱 我们的孩子 为别人买东西 我们都给钱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 他所求的 跟我们所期待的是一致的 所谓三观一致 就是今天一个基督徒 一定要跟上帝的三观一致 上帝喜欢什么 上帝喜悦什么 我们也喜悦什么 我们也喜欢什么 然后我们照着这样的我们去求 圣经说 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 他没有不听我们的 如果谁圣经书把这样的经文找到 也发到我们的群里面去 我们感谢主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就在想 我们祷告很重要 当我们祷告如果流于形式 慢慢的就变成一种习惯了 有口无心 那个祷告真的 对你来说是祷告 对我们来说 It's nothing 但是读经也是一样 我们读经读经慢慢的 我们只是在读 但心进不进来 但心不知道在想什么 时间久了 这也是问题 所以我鼓励大家超经 那超经的好就是真的神的话 你在超的时候 不知不觉就进到我们心里去 所以我非常非常愿意 祝福我们弟兄 非常愿意祝福我们姐妹 我们坚持超经 我知道很多姐妹 很多姐妹超经 我也鼓励那些自己超经的弟兄姐妹 我建议你们入到群里面去 入到群里面去 原因很简单 就是你可以被别人鼓励 你也可能成为别人的鼓励 就好像崔娟是一个 雪莹是一个 冬雪也是一个 我会经常把他们调整 把他们从一个群里面 拉到另外一个群里面 把他们一个群里 拉到另外一个群里面 为什么 我就给他们一个任务 我说到一个新的群里面 去带节奏去 什么意思呢 因为有些弟兄 也有姐妹叫三分钟热情 他很有感动 他想超 可是超两天 可能就忘了 超两天就不想超了 超两天就超不下去了 一个好的习惯 和一个坏的习惯 养成都需要时间 所以我就请他们 经常到一些新建的群里面 去带节奏去 不管别人超不超 他们一直坚持超 不管别人超不超 他们每天都超 每天都打卡 所以他们的榜样 就激烈了那些人 我记得洛杉矶的 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讲 说牧师啊 这个群的人太厉害了 每天都超 大段大段超 超得又非常工整 我都有压力 我说要的就这种效果 如果你没有压力 你这个吊儿郎当的 我们建这个群 又有什么意思呢 我们也超不是什么效果 所以我也跟林姐讲 我说我们 大家长得已经超精 超了两年了 我说有很多心得 很多体会 那短的现在也很有热情 在超得很认真 我说未来我们的线下聚会 就多一些赞美 超精是神的话 赞美是神的同在 所以我们有神的 心里面有神的话 我们生命有神的同在 我相信我们的弟兄 我相信我们姐妹 在2021年 无论是我们的工作 还是我们的生活 无论是我们自己 还是我们身边的人 都会被祝福 如果你相信 你打字 说阿们 那今天我们看了这段经文 今天我们看了这段经文 是一个很悲惨的经文 说这些以色列人 这些被神大能拯救出来的 他们不但不信神了 他们不但不拜神了 他们居然拜假神 他们居然与这个假神 这个巴黎是个假神 巴黎比尔联合 假神 然后却吃祭祀神的物 吃祭神的物 这个是在圣经里面 神特别厌恶的 神特别厌恶的 因为在世界里面讲得清楚 除我以外 没有别神 我是唯一的神 所以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必须明白 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 是独一的真神 祂是唯一的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鼓励弟兄 我鼓励姐妹 我们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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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信神的时候 常常求神保守我们 我们信唯一的神 最大的神 全能的神 我们生命中最造能的神 不要任何东西 在我们生命中 比神还重要 因为不知不觉 有一些东西 就比神更重要了 我在几天前 我读到一句话 他说 我们好多人在读神学 因为 你知道圣经只有一本 神学的书有多少本 读过神学都知道 那些知名神学院 那个图书馆 大的要命 里面书多如牛毛 而且没有人 我敢讲 没有一个神学院的学书生 他说 我把我们神学院 所有书却读过了 他们每天都在读书 大量的读书 他们从入学到毕业 他们也没有办法 把他们神学院的 所有书读完 所以圣经只有一本 而神学书多如牛毛 所以很多书为了写作业 为了写论文 为了怎么样 他们把大量的诗经 用在读神学 而结果是 他们读圣经的时间 反而没有了 所以今天 亲爱的 听众亲爱的 你们要感到很幸运 在我们教会 我们不单单有读圣经的时间 我们还有超圣经的机会 甚至有人 如果用两三点 我们甚至可以把一本圣经 从头到尾 完整地超下来 这个是非常 以后你就知道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后 很多人 他们大量的读圣学 而没有读圣经 有一个人这样比喻说 你在花大量的时间 去读研究神学 你花大量的时间 研究神学 就好像 一个人一直在研究地图 而却真的没有走路 我知道 林姐现在已经像我一样了 很喜欢爬山 我在大连的时候 我们经常一起爬山 那现在我不在那 我看她偶尔也会去爬山 而且每次到山顶 还拍个照片 发到朋友圈 或者发到群里面 我就知道 今天又爬山了 我也鼓励 天越来越暖和了 虽然前两天大量下雪 那是不正常的 以后天越来越暖和了 我也鼓励大家 无论你在哪个城市 如果你附近有山 你都去爬一爬 爬山 和你 站在山脚下 往上看 是完全不一样 爬山 阿们 上帝祝福千云 所以有人比喻说 你在大量的读神语 就好像你在研究这个地图 但是你却从来没有真正的走一走这个路 所以今天我们 如果我们能 如果我们能 这个走一走这个路 我们会更容易 明白地图 而且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地图是谁画出来的 地图是那些经常走路的人 路走得很熟 他们就画了地图 你懂我在讲什么吗 地图是谁画出来的 是经常走路的 路走得很熟 就画了 灵姐现在就能画出 牛九山的地图 只是她不画而已 只是她不画而已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教会的弟兄 我们教会姐妹 我常说你们不用去学神学 但是我要鼓励你们 有自己的神学 所以你们自己 读经 抄经 赞美 祷告 参加教会的服饰 又在生活中为主做见证 在工作中传福音 服饰别人 这些经历 就会让你对神 有更神的认识 这些认识 如果把它整理一下 那就是你的神学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在这里面 我有特别强的感动 就是我们是一群 特别蒙神保守的人 我们一直在跟着神 而如果你不把神 放在第一位 不跟着神 走着走着 你就容易被斜的 被假的 被骗走 最近我跟一个牧师在聊天 我非常尊重的牧师 他人非常好 他们夫妻两个人都很挨住 他们的教会 也在洛杉矶 是很大的一个教会 我们因为关系非常近 所以他也跟我讲一讲 他家庭的事情 他有两个女儿 其中一个女儿 这两个女儿都结婚生孩子了 那这其中一个女儿 跟他还有互动 另外一个女儿 就跟他没有来往 原因是 这对牧师夫妇呢 他们自己是很爱主的 而且他们是被圣灵充满 他们祷告的时候 很多人被遗志 他们祷告发出的预言 也给很多人鼓励和安慰 我自己非常清楚 他们是被神拣选 被神重用的一个仆人 然后他的女儿 在小的时候 也是常常祷告的人 然后上中学 也是在学校里面传福音的人 在教会里面 那时候是青年施工的领袖 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孩子 然后后来上大学 受到一些攻击以后 然后就开始有一些负面东西 那那个时候刚好 这对牧师夫妻 他们比较忙 所以就没有很好地去引导孩子 然后后来孩子 这个结婚的时候 嫁得是一个就是比较法利赛人的那一种基督徒 就是条条框框 规规矩矩很多 就是好像就是很重视神学知识 但是对神却没有那么多的敬畏 然后他们的婚姻也算OK 但是这个时候 这个孩子就更加的这个 怎么说 就是说跟他父母的关系远 甚至现在公然跟父母作对 觉得这个说方言是不对的 圣经里面已经说了没有方言了 我没有看到圣经里那时候没有方言了 然后说这个一致也是不对的 我们我们信神不要那么公立 我们就我们就是相信 神是圣洁的神是公立 就那套理论你知道吗 所以经常批评他的父母 所以我想我 我想我做牧师的 我想我也是四个孩子的父亲 我自己我非常能理解 也非常能能体会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做父母的心情是怎么样 那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在想 以色列人就像上帝的孩子一样 上帝把这些孩子领出来 一路上给他们各种各样的恩典 然后这以色列人不去感谢上帝 不去赞美上帝 相反 与巴黎比尔 这是一个假神 这是摩亚地 这个是 在以色列人得地为业之前 非力士人 非力士人在这里面 外邦人在这里面居住的时候 他们的假神 所以我们 是一群被真身卷选的人 我们被真身差遣 要在那一些拜假神当中得地为业 我们靠着主的大能 我们杀进去了 我们靠着主大能 我们把那里的人打跑了 我们靠着大能 我们得地为业了 我们不但把地得来了 我们把原来那里人 所拜的假神也得来了 所以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亲爱的地位亲爱的局面 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就好像因为 美国人已经离开神了 然后神派我们中国人来美国 我们是靠着神才来到美国的 我们到美国 我们要得这片土地为业 我们靠着神的恩典 我们把这片土地得到了 得到以后 我们也把同时把美国人 那个不信神那一套带过来了 可能我们自己也同性恋了 可能自己我们也接受变性了 可能我们自己也崇尚科学了 我们忘了神罪他 所以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有很多时候 我们在这个恩典的过程当中 在祝福的过程当中 慢慢的我们就失落了 美国是这样失落的 我们来不到美国的华人 也有可能这样失落 所以今天我自己我也在祷告 这个王辉不知道在线上 我没有看到惠姐 那我只是想 惠姐在歌大会看到很多很糟糕的事情 她跟我讲 在歌大学院里面有好多的同性恋 正常的情侣不多 同性恋的情侣超级多 我在另外几个知名大学 也听那里的基督徒跟我这样讲 所以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 有一天我的女儿离开了我们 去到美国的大学 靠着上帝的恩典 一个中国的牧师的孩子 也考到了这个所谓的世界的名校 这个是我想他去到那个学校 一定是有使命的 一定是被神拣选 被神拣选要到那个歌大去传福音的 结果到了歌大 比方说也中招了 跟着同性恋做了朋友 跟着变性人做了朋友 最后他自己也变成同性 自己也变成变性人了 那今天这是我们要的吗 那这些事情怎么就会发生呢 原因很简单 原因很简单 因为上帝给我们的 很多的时候是要保守我们 不要让我们做这个 不要让我们做那个 而这个世界也用我们说 你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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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在伊甸园里面 神说那个树你不能吃 但是蛇说 你可以吃 然后人就这样被诱惑 所以今天 就是因为那里的人拜假神 所以神才把他们撵出去 让他们的假神废掉 让这个人民被撵去 把这片地给了 拜真神的以色列人 可是以色列人得了这片地以后 就也把那里的假神 也顺带带过来了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我们一定要从这里开始 我们是从什么都没有开始的 我们是从生命破碎开始的 我们被神拣选 我们被神保守 我们被神使用 我们越来越好 这一切都是恩典 但是我们不要在恩典中 忘了让我们领受恩典的事 恩典都不能成为我们神文中最重要的 所以我就好像我讲 没有工作的时候 天天祷告 天天敬拜主 OK现在感谢主 主给乐丰工作 然后我就忙工作了 忙工作没有错 把工作做到好没有错 只是把工作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 把神忘掉了 这就是问题 林爵有一句经典名言 说我的工作是副业 主业是什么 我在工作中传副业 我奉祝你们祝福林爵 只要林爵一直这样说 只要林爵一直这样信 我告诉你 林爵无论在哪里都会被祝福被提升 因为他知道他是有使命的人 工作是副业 主业是什么 主业是我在工作中传副业 所以今天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的状态 你会发现你有工作 没工作都不重要 有工作我在工作中传副业 没工作我在我的生活中传副业 无论在哪里 无论得失不得失 我总传出的道 所以今天只有这样 你才能不跟假神联合 就这样你才能不去吃 寄假神的那些物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 像这个雪盈啊 像倩云啊 都考上研究生了 我们一定要明白 我们一定要明白 我们感谢神 神帮助我们考上研究生了 但是不要进了这个学校以后 学习就很重要了 每天就读书写论文 读书写论文 我们忘了我们的使命 如果你每天读书写论文 不是不觉学习成了你的神 论文成了你的神 作业成了你的神 让老师满意那些功课 能让老师通过成了你的神 我这样讲不是说你们不学习 不读书 我这样现在不是说你们 就故意跟教授作对 他让做的 我们不做 我这样讲只提醒你们 无论在哪里 上帝永远是第一位 上帝永远是我们第一位 所以今天我奉耶稣 我来祝福千云 我奉耶稣 我祝福雪盈 我们在学校里面 和我们在职场是一样的 我们是神帮我们放在那里 我们作为一个学生 我们该做的事情 我们要做 就像我们作为一个工作人 我们该做的事情 我们要做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 我们的使命 不要忘了我们的使命 我们的使命是 神把我们放在这里 就是为主作见证 传主的福音 一不小心 我们就容易让别的东西 代替了神 在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为止 在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 永远是上帝 再回到刚才那个牧师 我非常佩服他 他的女儿已经跟他断结关系 有的时候还公然批评他 自认为自己嫁的这个老公 是个神学家 是个神院的教授 圣经很 神学很 宫地很分布 就经常说他爸爸不对 他妈妈不对 但是 这对牧师夫妻 他们没有任何的抱怨 失望 痛苦 没有 他们就是相信神在长却 他们继续为他们的孩子祷告 他继续祝福他们 当我听到这样的事情 我也站在他们旁边 我也知道 有一天 我可能会遭遇相同的事情 因为我们知道 在美国 这样的试探太大了 你如果很多的时间去读经 很多时间去祷告 可能你的功课不是最好的 可能你的论文不是最漂亮的 可能你拿不到一些 什么讲学金这些东西 但是 反过来 我们如果为了那些东西 把神丢掉了 就算我们拿到讲学金 就算我们拿到了 所谓的这些毕业证 又能怎么样 我们一生一定要活在神的里面 一定要活在神的祝福里面 而不是活在这个世界的假神 给我们提供的一些东西 所以 所以我自己 你们知道 我读神学 我后来发现里面有问题 我中途退学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一次一次来美国 办身份很难的原因 因为你是个三无产品 你连一个神院的毕业证都没有 但是今天上帝的大能 没有影响我 我依然在美国拿到了身份 所以今天我自己 我也鼓励我们的弟兄 我们的姐妹 这个世界有一些东西 不是他们坏 而是不要让这个世界的东西 占据我们生命 成为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 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 永远是上帝 这样就不会有28节 所说的 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 什么意思 就是与假神联合 吃了鸡藕香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一起来跟神祷告 哈利路亚 就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